馬子慈悲 大家好 網路的同修來問說 我們拜馬子常常抽籤 籤絲抽了很多 這些籤絲以後要怎麼辦呢 怎麼處理 籤絲一張一張 不同的廟 它的規格也不一樣 要怎麼處理 問我個人的看法 我是這樣處理的 每一人每一人過人 我一定會到馬祖廟 我都會抽一支籤 今年馬祖有什麼樣給我提示的 那我有什麼問題呢 開放性的問題 馬祖要提醒我的 我也會抽籤 那我抽籤以後呢 我都會把它保留下來 我不會想說把它化掉啦 把它殺掉 不會 我都要把它保留下來 用個檔案保留下來 甚至呢 我還會記錄 這是什麼時候抽的 在那個籤絲上面抽的 然後換在一個檔案 什麼時候 問什麼事 那一年來呢 我就把它保留下來 那我有空呢 就來看一看 回想 當時呢 那一年馬祖給我怎麼籤絲 然後呢 他提示我什麼 跟那一年發生了什麼事 慢慢的我跟馬祖的溝通呢 默契 就一來一好 對他的籤文呢 籤絲是越能看得懂 所以我奉勸大家 我們是馬祖的信徒 要恭敬三寶 恭敬馬祖 恭敬馬祖這個華抽籤 當然也恭敬這個 幫我們解籤的老師這個身 那所以我們呢 就把它存檔 那什麼時候問什麼事 然後呢 那個籤文把它貼起來 然後旁邊在背誌 解籤的老師提醒我們什麼 馬祖告訴我們什麼 我們把它留檔 那是最好的 那以後呢 你可以變成一本 你可以觀察 二三十年來呢 這馬祖呢 跟他的溝通 然後呢 我的往來 所有紀錄 所以 怎麼去處理這個籤絲 那我幹嘛 就保留 把它做成一個檔案 那是最好的 那是真正的馬祖你真的信 信馬祖的三寶 信馬祖 信馬祖這個抽籤的華 信馬祖為他解籤的這個身的意見 就是 觀音三寶 恭敬三寶 信三寶 那如果說 你不像觀這樣子 你那麼多的一個籤絲很多 想把它處理 那最好的方法 你也不要執著 就要包一包 用個信風袋 還有用袋子裝好 對不對 我們就回收 對不對 那你要回收 以前你要恭敬一下 感恩馬祖的一個什麼 的一個主導 我已經知道了 那這些就把它化為 化到大自然氣 就交回去 那當然就混燒掉了 混燒掉了 或是埋掉了 垃圾處理掉了 主要你恭敬的 用一個信風 用一個袋子裝好 就把它回收 就這樣子 那你勝重一點 就像 我是朝天宮的 北港朝天宮 說的是 朝天宮都是一樣的 那些紅色的那個籤絲 所以說 就到那個火爐 小爐把它化掉 在北港的香爐 就把它燒掉 也可以 這樣處理也可以 但是 顧問呢 奉勸大家 我們就信馬祖 你要馬祖來保佑你 來指導你 你又是他的 認為你是他的客人 他的義子 義你 你就應該好好保留 馬祖講的話 那是千詩 如果以前你要保留 再加上顧問最近 出了一本千詩文 會講得很詳細 你再比對一下 你就會了解 馬祖的用心 他來給你的指數 給你的提示跟指導 這是我的建議 感恩大家 謝謝大家 馬祖慈悲 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